虽然今年QE季度的结束 各种各样的统计数据也是在如井喷漫公布 而在游戏硬件领域 6年前发布的GeForce GTX 1050T显卡 以及两年前发布的时代酷睿i5-10400F 则再一次成为了游戏玩家们最爱的硬件 至于为什么都2022年了老硬件还是那么吃香 下面就跟着超级客来看看吧 2022年可谓是游戏硬件大年 不仅有AVIDIA的RTX40系显卡 以及MD的Zen4处理器和RX7000系显卡 而且CPU大厂英特尔也在显卡方面重磅发力 除了ARC锐选独立显卡即将与玩家们界面外 年底还将会有13代酷睿问世 不过我们暂时不要将眼光放那么远 先回过头来看一看刚刚结束的2020年QE季度 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来看 在CPU部分由于12代酷睿的强势发力 性能暴涨的同时 也为英特尔在处理器市场扳回一城 AMD的市场份额遭到极大压缩 其中桌面领域英特尔的市场份额为80.46% 以绝对的优势碾压了AMD的19.54% 而在移动领域情况也是大差不差 英特尔的市场份额为80.03% 而AMD为19.97% 仍然只有英特尔的四分之一不到 至于热门桌面CPU中 前10名英特尔独占七席 而AMD就用三款CPU上榜 其中热门第一的CPU为 时代酷睿i5-10400F 第二为11代酷睿i5-11400F 第三则是AMD的ZEN3处理器 R5-5600X 但在热门移动CPU中 前10名英特尔虽然依旧是独占七个名额 但排名却有所下降 热门第一由AMD的R75-800H拿下桂冠 随后则是11代酷睿i7-11800H2.3GHz 和i5-11735G72.4GHz 然后是在性能方面 最强周面CPU仍然是被AMD的现成撕裂者所占有 排名一次为3995WX 3990X和3970X 但在最强移动CPU方面 由于12代酷睿i7-11800F 由于12代酷睿i7-11800F 所以AMD的排名普遍靠后 前三则由i9-12900HK i9-12900H和i9-11980HK拿下 那说完了CPU 我们再来看看GPU 无论是面向周面还是移动端 NVIDIA都毫不客气 直接是暴打了AMD 其中移动端荣获第一的是RTX3060移动版显卡 第二名和第三名分别是RTX3050移动版和RTX3050Ti移动版 但在周面当案情况就比较意外了 第一名第二名分别是来自六年前发布的PAS卡架构GTX1050Ti 和三年前发布的图灵架构GTX1650 而第三名则是我们的老朋友GTX1060三GB 果不其然虽然目前的3D系显卡炒得很火热 但市场上使用较多的还是几年前的甜品卡 看来现阶段的游戏玩家们都是理智型钉子户 但相信随着显卡行情的趋于稳定 之后的3D系显卡也会被玩家们所看上 毕竟谁不想3080买3080呢 而在未来英特尔ARC瑞选独立显卡面世后 整个市场份额势必会迎来一定的改变 等到那个时候就希望是厂商们打架 玩家们受益了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等了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意见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我是李强 我们下期再见